世界衛生大會目前在日內舉行 會議第二天是有十二個 離念和臺灣相近的國家友邦 這包含了美國英國等國家在內 都發言力挺臺灣參與世衛大會 強調世衛所說的 我們必須要包含有價值的盟友 臺灣 不過在中國的帶頭反對之下 世衛組織是決議不邀請臺灣 參加本屆的世衛大會 對此外交部也表示遺憾和不滿 第七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二十二號進入第二天議程 與我國理念相近國家代表 例如美國 英國 日本等友邦 紛紛發言 強調世衛的我們 必須包含有價值的盟友臺灣 力挺臺灣參與WHA 但中國代表不滿多國挺臺發言 兩度要求行使回復權 並再次重申一中原則 中方奉勸有關國家 不要挑戰絕大屬屬國家的共同決定 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也不要為臺灣獨謀站臺 最後在中國及巴基斯坦帶頭反對下 世界衛生組織駁回邀請臺灣 以觀察員身份參與大會的提案 對此我國外交部表達遺憾與不滿 外交部強調中國刻意對聯合國大會 第二七五八號決議 做出扭曲錯誤的政治性詮釋 誤導外界認為臺灣的國際參與 必須中方同意 不過還是誠摯感謝友邦代表 為臺灣發出正義之聲 世界衛生組織因為中國政治壓力 而將臺灣拒於門外 不僅不公不義 更對全球健康造成嚴重威脅 記者那水平 張龍翔 台北報導